51岁登山者在珠峰海拔8600米被当尸体抛弃,一夜后竟死而复生。 世间最高峰珠姆朗玛峰一直是全球攀登爱好者的最大目标。 海拔8844米的山顶被视为登山者心目中的圣地, 无数人不惜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只为了登顶的一瞬间。 但是,众所周知的是,珠峰的8000米以上的地界被称之为露天藏地, 恶劣的环境让大多数攀登者稍不留神就会把生命永远地留在此地。 澳大利亚的林肯霍尔就是众多热爱攀登并且有着丰富经验的一员。 2006年,他已做好了一切的准备,踏上了挑战珠峰之巅的征程, 而在离顶峰不远的海拔8600米高处,他却因为缺氧而倒了下去。 身旁的队友在经过一番急救后,发现霍尔已经失去了生命体征, 只能无奈地带上他的装备离去。 没想到第二天霍尔在这种极度缺氧,零下几十度的恶劣天气, 身边又没有任何防护措施的情况下,竟然又奇迹般地生还了。 究竟发生了什么? 在霍尔之前,这座高耸入云的珠峰已经吸引了大批的世界各地探险者前来一世伸手, 有面对极限考验登顶成功的,也稍有失误永远地留在了珠峰上的。 自从1924年,人类初次征服珠峰之后, 已有几百位勇士在其残酷的环境下遇难,永远沉睡在山巅之下。 最被人熟知的就是沿着珠姆拉玛峰最险峻的北侧登山道路, 每位冒险家都无法避免地目睹一幕悲惨的景象。 埋葬在积雪中的一位遇难者的遗体, 途中过去的勇士身穿红色登山服和蓝色的裤子, 蜷缩在一块儿, 宛如疲倦的旅人在漫漫旅途中短暂歇息地定格画面, 而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他双脚上那双绿色的登山靴, 牵引着每一个登山者的目光, 这双绿靴成为了逝者独特的标志, 众多登山者将他命名为绿靴子, 成为了珠姆拉玛峰上著名的遗骸之一。 即便珠峰如此的凶险, 但是在林肯霍尔的内心深处, 珠姆拉玛峰对他的吸引力一直持续着, 作为一名知名的冒险登山家, 他对这座威娥的巅峰充满了征服的渴望。 年轻的时候他就一直听闻关于那些勇士挑战这座极限山峰的故事, 而他自身也亲自尝试般地挑战了一次, 可是却不出意外地被著名的希拉里台阶和恶劣的环境劝退, 回去之后他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锻炼自己, 参加了高海拔登山的特训营, 学习如何应对极端的寒冷和缺氧环境, 经过持久的体能训练, 强劲的肌肉力量和耐力, 让他在之后征服了许多著名的山峰, 可在霍尔的心中, 那次的失败成为一生中最大的遗憾。 终于在2006年他的机会来了, 一支由经验丰富的登山者组成的队伍, 计划攀登珠母老马峰, 向他发出了邀请。 此时的霍尔已经51岁了, 珠峰只有海平面的30%含氧量, 让他攀登的危险率增加了至少两倍, 可是他还是毫不犹豫地接受了, 可能他想的就是再不疯狂一次, 自己就老了吧, 可是年轻时都没有达成的愿望, 如今51岁的他能如愿吗? 这一次霍尔所在的小队准备得更加充分了, 不仅大手笔买了许多昂贵的装备, 还雇佣了长期生活在珠母老马峰高海拔地区的夏尔巴人当向导, 在一番协商之后, 小队的一群人决定要来把大的, 放弃南坡, 而是从难度更高一点的北坡开始征程, 而这一次在精心的准备和夏尔巴人的带领下, 经过一番艰辛而又危险的旅程, 霍尔终于实现了二十多年来的夙愿, 登上了珠峰之巅, 在峰顶待的不到半小时的时间里, 霍尔感觉那是他人生中最开心的时光, 壮丽的景象一览眼中, 攀登成功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很快由于时间的原因, 队伍踏上了归程, 可是上山容易下山难, 登顶只是成功的一半, 安全归来才能算是一段完美的旅程, 可是霍尔却在海拔八千六百米的艰苦高原, 因为缺氧而陷入了昏迷, 队友们起初没有放弃他, 合力想将他一起带到山下治疗, 可是随即而来的崩溃般的天气和霍尔的状况逐渐恶化, 让队员们不得不放弃继续带着他, 不过小队还是留下了两个人照顾他, 希望霍尔能够苏醒过来将之带下去, 可是奇迹并没有发生, 几个小时后霍尔失去了脉搏和呼吸, 为了给他的家人留个纪念, 队友将他的装备和物品全部带了回去, 可是没想到第二天早上, 美国探险家丹·马苏尔率领的登山队, 在封顶附近发现了霍尔, 而且他竟然又活了过来, 原来霍尔当时是因为缺氧而得了脑水肿而造成的死亡假象, 当队友离开后, 没有多长时间霍尔便醒了过来, 可是他发现自己的所有物品和队友都消失不见了, 只留下身上保暖的登山服, 此时天色已晚, 霍尔独处在接近零下40度的高寒缺氧地带, 自身的情况加上恶劣的环境, 让霍尔感觉自己已经判了死刑, 但是在泥流之际, 他想起了还在家里等他回去的妻儿, 用尽了自己曾经在高海拔登山的训练营, 学习的如何应对极端的寒冷和缺氧环境的技巧, 硬生生地挺到了第二天早上, 很快又碰到了马苏尔率领的登山队, 马苏尔见到能在此地带待了一晚上, 还能活着的人也是感到震惊不已, 但是还是迅速通知了大本营, 并在留下热水、氧气和帐篷后, 继续带领他的队友向着登顶的目标迈进, 与此同时, 俄罗斯探险家亚历山大阿布拉莫夫也紧急派出了一支由12人组成的救援队伍, 将霍尔从死亡的边缘拉了回来, 在经过一番救治之后, 虽然霍尔因为冻伤失去了几根手指, 但万幸的是保住了生命, 霍尔的经历传出之后, 很快轰动了登山界, 但是大家震惊的不是他能够登上诸风之巅, 而是他在当时的极限环境之下还能够活下来, 很多人都有着强烈的冒险精神和征服欲, 为此不惜挑战自己的极限, 但是却把自己的安危置之度外, 美国有一个探险爱好者, 名为约翰琼斯, 从小就对未知充满好奇, 尤其是洞穴探险, 因为他的父亲经常带他的弟弟乔西去各种地方冒险, 让他们克服黑暗, 未知和恐惧, 这肆意冲撞的感觉深深地烙印在约翰的心底, 他一直被探险的魅力所吸引, 即使长大后, 约翰成为一名杰出的医学院学生, 和一名幸福美满的父亲, 他也从未放下冒险的热情, 2009年感恩节前夕, 约翰回到犹他州的老家探亲, 可是他却不知道, 这一次归程会让他的世界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回到家之后, 妻子告诉他, 自己怀上他们第二个孩子, 这个喜讯让他欣喜若狂, 正好这是多年不见的弟弟乔西也回来了, 双喜临门的他决定与乔西利用这个假期探险一次, 目标就是坚果石灰洞, 一直是冒险家们向往的地方, 洞穴内部温暖湿润, 通道细长曲折, 有很多有趣的景点, 如大滑梯和产道, 约翰和乔西带了九个朋友, 一起去了坚果石灰洞, 当他们抵达洞口时, 夜幕已经降临, 约翰迫不及待的第一个跳了下去, 为了能更好体验那种被压迫的感觉, 他选择了头朝下的姿势进行爬行, 可是这样的决定却害了他, 第一个下来的人由于前面没人带路, 便爬错了洞, 进入到了一个狭窄到令人窒息的产道绝路里, 约翰在通道里卡得动弹不得, 弟弟乔西发现哥哥不见之后, 立马到处寻找, 终于在一个洞穴里找到了约翰, 只见他的上半身完全卡在了洞穴里, 乔西找到他的时候, 约翰的额头的血管已经爆起, 仿佛要冲出去一样, 乔西抓住约翰的腿想要将他拽出来, 但是由于洞穴狭小又全是石壁, 根本使不上劲, 一番尝试之后, 乔西放弃了, 立马四处求助救援队, 救援队收到消息后立马全力出洞, 用尽一切办法试图将约翰救出来, 有人提出用炸药炸开洞口, 用斧头凿, 倒油, 但都因为洞穴太狭隘, 所有的努力都以失败告终, 约翰倒立在通道中血液循环受阻, 生命在一点点的流逝, 随着时间的推移, 约翰的妻子艾米丽也匆忙赶到洞口, 通过对讲机向他传递鼓励和安慰, 但是却都无法拿出一个可行的办法, 经过艰苦的27小时的救援, 医生最终宣布了约翰的死亡, 面对这残酷的事实, 救援队甚至都无法将他的遗体从洞穴中运出, 只能用冷酷的混凝土封住洞口, 约翰的家人们在洞口为他立起了一座墓碑, 祈祷着他的灵魂能够安息, 人类总是对未知充满好奇和向往, 为了追求心中的梦想和目标, 不惜冒着生命危险去挑战自然的极限, 有成功就自然会有失败, 冒险的魅力自然是无穷的, 我们应该尊重每一个选择探险的人, 他们勇敢地追逐着自己的梦想, 但是与冒险这个词相伴的总是危险和意外, 所以希望他们在这个过程中能够保护好自己, 毕竟生命成可归。